OK,我們傳了一陣子之後發現了一些 OK,我們傳了一陣子之後發生了一些問題 我們的速度掉了還蠻多的 現在已經只剩下60幾Mbps了 然後我們摸摸這個硬碟盒 哇塞,整個是非常非常燙的狀態 感覺是快要燒起來了 然後我們來看看工作管理員 然後我們看這個工作管理員 我們的延遲已經超級超級久 爆炸久 這個延遲是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個硬碟盒 所以目前這樣使用下來 這個硬碟盒是降了不少速度 我不知道是因為它的哪一個部分出了問題 就是它是溫度嗎 還是ROG這個硬碟盒上面的控制器呢 還是這個M.2 它原本就是會變慢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這裡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那我覺得應該不是電腦的因素 因為我們電腦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我們看看我們電腦的磁碟 它們都是工作的還蠻輕鬆的啦 就是因為電腦散熱好之類的 那我猜應該不是電腦 那我猜應該不是電腦的耶 那我猜應該不是 那我猜應該不是電腦硬碟的問題 因為我們電腦硬碟 這個硬碟 看起來平均回復時間 然後還有它整體的效率 看起來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我們這個ROG已經幾乎百分之百的傳輸 那我猜不是電腦裡面的這個M.2有問題 因為這個 那我猜不是因為電... 那我猜應該不是因為... 那我猜應該不是電腦這個SSD有問題 因為它平均回復時間 它有整個啟用時間其實蠻低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我們的這個ROG M.2 哇... 已經幾乎百分之百 然後它的延遲真的是非常非常嚴重 就不知道到底它是發生了什麼問題